范晨晨说理想型是妮妮 谁注意居静一说了啥 网友什么都敢说 居静一的话应该都很熟悉 她的热度是很高的 再加上她的性格问题 所以说我们也不知道 她到底和哪个明星关系最好 她也很少参加一些综艺的 今年还好一些 她连续参加了两部 而且她这两部都和范晨晨遇到了 所以说她们的关系更加熟悉一些 在其中一次节目中 她们几个也是为了活跃气氛而准备做游戏 就是玩真心话大冒险 晨晨输了后选择的是真心话 随后就被问到理想型这个问题 她就说了妮妮 也是不经过任何思考的 看来真的是喜欢这种类型的女生了 居静一也是输了游戏 那自然也是要接受惩罚的 但是不需要说出特别具体 这时候她说的是喜欢高大帅气的 看来这两个人也真的是很真实了 都回答得如此利索 毕竟现在问到感情问题 尤其是像她们这种的一定会有避讳 但是她们还是很直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